再一次 我覺得烏小牆其實算很輕鬆喔 算很輕鬆 吃一顆石頭 我覺得有機會 我覺得有機會 帶走了 沒錯 我被帶走了 喔 一開始很重要 一開始很重要 就是照我們剛才的打法來打 一開始我們先把這個 新珠以及光珠留下來 全部都給它留下來 其他的盡量給它消除掉 但是如果你覺得這邊 你覺得這邊光珠實在太多 很難隔開的話 這新珠也可以多消一點 你就用新珠去攻擊敵人 哇 這個天降掉了 完蛋了 有那麼一點點 尷尬 來看看這傷害夠不夠 轉看看 好 呃... 這樣 好 盡力的來轉 不知道會不會過呢 好 盡力的 多消一點直航 看看有沒有機會 有欸 其實還是有的 那個版面其實不算很好 但是還是會過 好 所以 事實證明 沒問題 接下來就是盡量的轉直航 觸發升華劍的效果 這邊也是行 本週MVP成員魔法石 真的 我可能建議大家就直接吃一顆了啦 不用執著 執著那一顆 你要試零食 可能就 還會比較難 這邊就是兩組星 來看看那感覺 會不會直接回過去 露西我們已經通關了 除以還可以撐多久 至少再半年吧 好 哇 兩組星回到了 七萬的一個回血量 直接帶走 第三關 先攻加上暗珠盾 在這裡 你只要記好暗珠是誰 就沒問題了 我有記好暗珠是誰 就是 最上面那個問號珠吧 沒記錯的話 這麼帥 好 再開這個 欸 這應該劇本有點不太一樣喔 這劇本感覺很可以喔 打他 打他 那感覺傷害更 更猛阿 好像可以欸 再開這個 好 這樣應該沒問題了吧 這個 它 這麼小血量 直接這樣就好啦 可以過 應該沒問題吧 好 行啦 接著來到了第四關 這邊我先回血一下好了 好 等一下開 一個爆發 這個主要爆發 我教大家 終於可以抖內了 感謝幻夜光 沒解完通關嗎 等一下有機會來試試看好嗎 那這邊我們先開這個喔 很重要 先開冰河 再開這個 變身 它的固定版面 這個 新什麼風暴的 這樣子 水珠就會 最少化 在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 比較 理性一點的 來消水珠 有沒有 像這樣子 直接這樣消去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方便 染人解這個 全 全水盾 而且是百分之百可以解的喔 傷害是一定夠的 易傷 那你大概可以用冰河變身牌珠 那都是可以解決的 但 這是一個不一樣的打法 就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喔 好 在這裡的話是 勢必的要 用冰河的第二劑喔 一定要是第二劑喔 一定要是第二劑喔 有沒有 他可以凍結敵方 而且 我們這邊要一波帶走他 所以建議大家在這邊 就把星石的技能給他灌下去 或者 是 子龍 子龍我覺得可以 開他二劑 變身 然後他的 二劑 這應該就沒什麼問題了 我覺得是可以過的 好不好 就直接開個二劑 反正齒喔 好像 這一場的出 表現機會很小 就讓他 在這個回合 表現一下 然後一揮 不知道要來幹嘛的 打醬有的嗎 喔開一揮也不怕燒 對啊 所以其實有好多方法可以解喔 所以 那個 五小強的結板能力 真的是很扯 好這邊 龍科的能力 就是可以控場 敵方一回合喔 所以這邊我們就要把 分數能夠消到三顆星的等級 就可以了 分數也不一定要太高 因為這邊 也沒辦法打到他嘛 這邊其實有另外一個解法 等等 我是不是 會死掉 我龍科的能力是不是沒有帶到三個 好這邊 我的錯 吃一顆 我龍科的能力是不是沒有帶到三個 其實這邊有另外一個解法 就是 在變身之後 我們就 不會被控制了 然後這時候我們再開這個就過了 我甚至是不需要 開那個龍科的 我們不用吃這一顆石頭 對!我們沒有帶三個 好我的錯我吃 但是 事實上根本也不用吃阿 你那龍科也不用開阿 因為 你就變身就好啦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 我們用錯誤的示範 然後 大家就是 知道說 一顆石頭就可以拿了喔 不要再多吃這一顆了 好不好 這種尷尬 尷尬的事情 就我來做就好了 大家就是 穩穩的吃一顆 拿卡片就可以了 可以吧